口罩可以拿下 口罩可以拿下 大家來比一個愛心好不好 愛心 高雄市長照守護站站不站 站 高雄市醫師公會 站 1966長照護護站 我們記得講高雄市因為非常重要 高雄市要講三次 我們高雄市醫師公會 王理事長 還有我們高雄市醫師公會 我們公凱常務理事 然後也是零市 然後在做非常多的醫界線進 今天很多的醫師 親自到這邊 我代表衛生巨方局長 表達非常高的敬意 感謝 那另外還有我們非常重要的 我們市立醫院的主管 跟所有的夥伴們 因為剛剛司機有介紹 就故意跟大家打招呼 還有非常重要 其實在長照推動的過程裡面 不管是醫師或者藥師 或者是營養師 或者是物理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 語言治療師等等 非常多的專業團隊 其實都是在我們長照服務裡面 焊守大家的健康醫療照護 非常重要的 工會代表們 非常的感謝今天的力量 還有我們很多的長照夥伴 最重要的今天的媒體朋友 大家 五萬大家好 今天很感謝大家 來參加今天的記者會 我們知道高零人口 其實是全國或全世界的一個趨勢 在高雄市的統計到今年的五月 我們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輩 大概已經五十一人 已經五十一萬人 那其中大概佔了我們 全部的人口大概有18.62% 這比例相當高 那我們也推估 高雄市在一百一十二年 會達到失能的人口 大概佔了十一萬 他是逐年在成長 所以看得出來 這樣子的長照服務的需求 也不斷的在攀升 那我們也知道說 長照服務 其實不能切割為長照服務 其實人跟個人跟家庭都是一起的 所以他是必須在健康醫療照護 他是完整的要被看待 所以我們過去在講長照服務的時候 也會講到必須要醫療和因 就是他在長照服務的過程裡面 其實必須要有醫療照護 整個體系的加入他才會完整 那當然我們還有其他的各方面職類 或各方面的人員一起來協力 所以為什麼今天要特別辦這個記者會 我也要拜託說我們的工會很感謝 還有我們的各醫師團體 醫師先進也幫我們去推動 還有一些媒體朋友也幫忙要捧夢 就是我們所有的長照服務 我們到目前為止高雄市 有進到長照服務體系的人大概六成 其實比例並不低 可是我們不以這個為自我的滿足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人還有機會 有需求我們希望他能夠進到長照體系 那過去他可能不是很清楚 不知道這樣的訊息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有更多人能夠掌握這樣的訊息 能夠進到長照體系 那這樣的人可能過去我們所有市民的好朋友 都會在我們的醫療院所 尤其是我們基層醫療院所 都是我們社區的健康醫療家庭醫師照顧的好夥伴 所以我們很多的人會進到這樣的體系裡面 那所以我們會希望說今天成立的 所謂的高雄市的長照守護站 就是由我們所有的社區裡面最堅強 最專業的基層醫療 所有的市立院的夥伴 能夠給所有的民眾更多的管道的可能性 跟諮詢跟相關的服務 就是他到進來以後 他發現他認到我們跟相關的一個標誌 他會說這個是什麼樣的一個議題 可以透過我們的守護站 給他一些相關的資訊 然後他符合了基本的一個收案的條件 他就掃一下QR Code 他簡單的填了一些相關資料 就所謂科技化的部分 我們這邊的照管中心就接到了 我們三個工作天內 我們就會跟案家聯絡 去安排相關的訪事服務 然後希望能跟家屬一起共同商討 怎麼樣把長照服務輸送到家 那我們會希望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能夠讓所有的個案 能夠所有我們的長輩 都能夠得到更好的長照服務 那也希望能夠幫助這個家庭 然後降低照顧者的負擔 這是我們的一些期許 然後在推動過程裡 我們非常的感謝公會 我們跟公會的理事長 然後說我們的公會的先進裡面一講 他們就一趕快起來要做登高醫護 說這個很重要也非常的關心 因為他們很多的病人 本身跟家屬就是長照服務的潛在客案 然後希望藉由這樣推動 讓他們的病患得到更好的照顧 那到目前為止我們有114家的基層院所 還有9家私立醫院加入我們的團隊 那我們希望說這個 今天透過這樣的記者會 讓更多民眾知道 以後可以看一下那個長照守護站 然後接受相關的長照服務的最前線以外 然後有更多的院手 陸陸續續能夠加入我們 那再次表達對大家的感謝 那因為今天所有在長照服務的專業醫師團隊 都在這邊 我們希望他們進到長照服務系統以後 介紹我們更專業的服務 讓我們的長輩能夠維持一個 更好有品質的一個生活 那今天透過這個記者會 再次感謝大家的歷齡 也希望大家相關的一個 我們的能夠更健康平安 因為現在很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衛生局 除了推動各鄉服務以外 也一直在積極的換手我們的登革熱 所以希望大家好 今天在座的一屆先進 也是我們那個房子的好夥伴 我再次在這邊再敬祝大家 健康平安快樂 謝謝 出戰了兩大推手 首先我們要請高雲縣醫師公會 王洪玉理事長為我們支持 小心互作還有所有的賢達先進 大家午安 午安 長照真的很重要 我的診所民國八十年開業 那個時候都是阿嬤帶孫子來給我 阿嬤都五十幾歲 現在都八十幾歲了 然後我們就盡量讓他不要起扫症 讓他不要傷高不要中風 但是他還是一天比一天的老 老到八十歲 八十五歲 九十歲 他就需要人家照顧 那大家大概不知道 我是剛剛股小 剛剛國中畢業的 我剛剛國小的老師 中年才老師 以前的王書迅老師 很多老師在我那邊看病 剛剛國中的好安平老師 護民老師 都在我那邊看病 他們都快八十五歲 都快九十歲了 他們都需要長照 我們都盡量給他許多的資源 因為長照就是很重要 那我們醫生可以做的 我們當然就是讓他不要衰老 不要衰弱 那盡量不要有傷高 但是總是有一天他會需要幫忙 那我們有一些 老師當然是好一點 但是有些鄉下的阿公阿嬤 他不知道殘兆 那在我那邊的話 以前 我就直接打電話到衛生所 甚至嚴重的 我就打電話到都島 黃都島那邊去 現在也換都島了 那我那邊就很快 但是現在如果有這個1966 我們QR Code 我覺得更進步 所以我們的診所 雖然只有一百多間 我今天在寫文章 在我們的社群 看高雄縣五百多家診所 全部都參加 那這樣子 這就很重要 那我7月 我們台灣醫界 我寫了一篇文章 大家大概不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 我們眷保成立民國84年 我們一點都給我們 一塊甚至多一點 那個時候老人的比例多少 有沒有人知道 民國84年 剛才我們副作獎 我們現在高雄縣老人 老人人口 占18% 民國84年 占幾% 7.8% 民國84年 老人才7.8% 老人才7.8% 一個老年人醫療費用是三倍 那我們現在18% 我們多了10%以上 要多30%的費用 所以眷保才會不夠用 點資才不到1.1元 那不管怎麼樣 醫療我們努力 我覺得長照更要努力 不是只有看病以外 十一住行都要靠長照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 我們這個長照所護站 是包括所有的診所 還有我們其他 我們的醫療單位 我們的護健很重要 我們的藥師很重要 我們的護理人很重要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 就是我們的高雄市醫師公會代表 林公凱常務理事 為我們致詞 王副局長 高雄市的王理事長 還有我是今天代表朱理事長 來參加這個長照守護長 這個記者會 我們都知道我們人都會慢慢的老化 老化的時候 難免免不了 就會有醫療需求 那我們這個長照 其實是灌溉生活的各方面 他不會怕 做留意 他生活需要照顧 他推過來看病 其實是其中力向 但是我們怎麼去把這個人 catch過來 因為我們城市長說 今年希望有七成五的涵溉率 那三年後要有八成的長照涵溉率 我們怎麼辦 我們就是要請我們的 醫師公會的各個醫生院所 我們在加入 你看有皮膚科 有什麼科 什麼哪一科 所有的科都可以來 因為這個東西很簡單 而且很人性化 你看我們那個疫情期間 我們每個人進來都在那裡掃QR Code 這也是QR Code 我們這個人性化的政策設計 他掃了之後 等舔一舔就會有人通知他 還有這個東西要 後續有什麼服務 傳導服務就會跟著過來 我想以這個人為中心的一個政策 來實施讓使用者能夠很溫暖的受到這個政府的服務 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這個高雄市醫師公會 還有高雄市醫師公會 都很努力 我希望我們所有的基層診所 其實這個東西不會很難 你就跟衛生局申請 然後他給你一個QR Code 然後貼在你的櫃檯上面或前面 我們有需要的長者 各式各樣的長者就會有照顧 或者是你現在年輕人 可是他阿公阿嬤在家裡 不知道 這個東西通常民眾不會很清楚 但是透過我們一個轉介的過程 可以很順利的把我們需要的民眾 能夠獲得更好的照顧 那我們高雄市能夠獲得更有友善 對長者友善的程式 謝謝 我們更了解長照 讓有長照需求的人 都能接收到 我們政府提供的長照服務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兩大醫師公會 高雄市醫師公會 以及高雄縣醫師公會 一同辦理 長照守護站 在社區診所設置專屬的QR Code 民眾在就診的時候 當診所的醫護有發現 民眾他有長照需求 醫療院所都可以依照簡單的長照評估 讓我們照管專員 貴名服務 那長照中心製造了 製作的長照守護站的影片 讓我們一同來欣賞 製作的長照 爸爸最天常跌倒 是不是也需要身體長照服務 臺灣人口快速老化 政府積極推動各項長照服務政策 高雄市積極附建多元化的長照服務單位 建構長得到看得到 能源到的長照服務 為了提升長照服務的概率 讓運用的市民要決定使用長照服務 高雄市政府衛生委員結合 我們高雄縣市醫師公會 與本市市立醫院共同推廣 高雄市長照守護站 民眾到重新的醫療院抗救者 同時可以提供長照服務 致屬於申請 若符合長照服務申請條件 即可由院所專屬QR號召 進入高雄市長照服務網頁提出申請 我們同時邀請基層院所 持續加入長照守護站的行業 幫助民眾就近便利 申請我們的長照服務 希望能夠減輕照護者的 出感與壓力 進而提升價值生活頁 高雄市醫師公會 鼓勵高雄市的新陳診所 加入長照守護站的行列 平日除了可增加 社區民眾的醫療照護外 也可以增加長照服務的可進行 平常在看診的時候 除了可以關懷民眾的生活狀況外 也可以發揭或者轉介更多 普適合長照服務的對象 進入我們的長照體系 或者更適切的長照服務 台灣腦化的非常嚴重 在各個角落都有很多腦筋 我們除了在醫療上幫這些好人員 如果發現它有長照的需求 我們要給你幫忙 給你指導 最好的方式就是參加 高雄市衛生局的長照守護站 你就可以給老人更多更多的提供 各位理事長 階層的希望每一家都有說 參加高雄市衛生局的長照守護站 幫助老人 而且明明我們不是好像在地長照 還是從目標的持續 看完影片之後 各位來賓對我們長照守護站 有沒有更多的了解呢 那提供每位私人的市民 都能獲得適切的長照服務 我期望我們今年的長照服務的涵蓋率 能達到74% 是我們長照中心的一個最終的一個目標 那各位來賓今天我們邀請了我們的長照中心的 陳芬婷主任 為我們進行長照守護站的介紹 那我先給我介紹 我是剛上任的長照中心的主任 我是陳芬婷主任 謝謝大家 然後請大家多多支持與指教 那首先先感謝我們高雄縣醫師公會 王宏律理事長 我們今天的高雄市 我們林公凱的常務理事 還有我們各工會的代表 我們私立醫院的代表 那還有我們加入我們長照守護站 而第一批的這個 今天有儀會的一個診所代表 在此非常感謝大家 今天參與這個盛會 那剛剛我們副作 還有我們兩位理事長代表 都講得非常好 等一下 在重點再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這個推守護站的一個重要性 跟醫療合一 我們高雄市一直陸續在推的一個概況 那這個是今天的一個簡報大綱 那剛剛大概我們副作也有提到 就是高雄市老人人口的現況 那大概我們高雄市目前273萬人口 看我們的長輩已經 65歲以上已經高達51萬 那其實整個長照的需求人口 大概目前截至到5月大概10萬8千人 那我們推幅到年底大概11萬 就已經會高達到11萬 那高雄市的老人人口的比例 目前是18.62 那也高於全國的平均值大概17.87 所以其實高雄市的老化情況 還算是就是有一點滿明顯的 那在六都裡面 大概我們可以看到老人人口數 我們在六都裡面是第三高 可是老人口的比率我們卻是第二高 這個部分人口 那為了這個私人老人人口的快速成長 那又少直化 那高雄市一直在積極的佈建 我們比較完整的長照服務體系 那也提供比較多元的長照服務 那大家常常聽到的AEC的單位 我們大概佈建的大概將近兩千 兩千多個單位 那其實其實這個服務單位 都還是持續陸續在成長 那講到這個長照與醫療的 醫療合一這個概念 其實高雄市 我們有建議這個私人的長輩 其實大部分七八成都有慢性病 那這慢性病的長輩 其實他除了有生活照護的需求 他其實也有一些醫療的照護需求 那究竟在醫療體系裡面 他可能會去回診或是拿藥 這個服務是一定他會產生的一個照護需求 所以我們覺得長照跟醫療的一個整合 是非常重要 那高雄市其實一直以來 都有在持續推動這一個服務 那這個長照跟醫療的整合 是一個以全人思維為中心的一個服務模式 去做一個推動 那這我們高雄市一直以來 從105年 這個也是全國首創 我們從醫院這邊出院準備出發 我們做學國首創出院返家 我們長照服務就到家 那在107年 我們也跟高雄市高雄縣的醫師公會 去做一個合作 我們推動私自友善診所 最早的時候 那跟我們的我們的共造中心 我們剛好是有個私自共造中心 去做一個合作 那目前我們共造中心有一個 就是有九大醫院 那會做一個診所跟公造中心的一個 預設通道 我們做一個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針對私自的個案 那在108年 我們配合中央的政策 我們去做一個居家私能醫師的方案 那這個方案也是整合長照跟醫療的一個資源 那提供一個全能的照顧 那在110年 我們城市長有感受到我們這個長照的重要性 那也去加碼 去針對居家醫療診療 還有一些居家護理的一個補助 然後提升偏遠地區 我們私能民眾的一個 就醫的變異性 變進性 那在這個長照跟我們的醫療合作的部分 我們今天與會的各公會 的一些專業服務都有在裡面 我們也非常感謝各公會 包含富能的還有我們的營養心理 各類的相關的服務都有在裡面 那目前有特約的 跟我們衛生局有特約的長照專業服務 有109家 那有結合各項 為個案結合各項各質類的一個服務 那除了這個已經進到長照系統 在預防緩緩失能的這個體系上 我們的醫療單位 其實也都有很多 我們在座也先已經有加入 我們這個一世西西級巷弄廠航站的這個單位 目前我們有214家 那這個這個相弄站其實是前段 比較屬於前段預防緩緩失能的一個概念 我們也感謝我們一世單位 非常積極的一個投入 那剛剛有講到 其實這個長照涵蓋率是非常重要 我們希望我們高雄市的 這個將近11萬的失能人口 都能夠進到我們這個長照的體系 那市長也希望期待 我們在114年能夠達到80%的涵蓋率 雖然我們目前大概58.07 那我們也展開很多策略 希望所有私人的民眾 都能夠來體驗我們長照2.0的服務的好處 那希望也藉由今天的活動之後 我們希望能夠涵蓋率逐年的攀升 那我們推動這個長照服務守護站 其實就是又更讓更接近民眾的生活範圍 就是他在診所就醫或是在醫院就醫的時候 能夠就近跟快速去申請長照服務 所以我們也設計兩個一個申請的方式 一個就是我們用桌牌 我們有送這個 我們有在診所推動這個桌牌 讓大家去診所的醫師 針對這個2.0的服務 基本的資格是哪些 他比較不會忘記 然後針對他日常生活功能 有沒有需要哪一項是需要協助的 如果這兩個搭配起來 其實就可以跟民眾說 你是符合長照對象的 我們在診間做這個立牌 然後提醒醫師去做一個出山或護理師 那如果民眾願意我們就是 可以直接掃這個QR Code 那這個QR Code 每個月所都是獨立的QR Code 都是不同的 那掃進來以後 我們就知道是哪家診所 去做一個通報的 那民眾掃完以後 我們的照專就會到案家評估 就是約定時間到案家評估 那我們民眾就可以獲得 長照四包錢的一些服務 那這個是我們長照守護站的一個便利貼 那大家民眾就是掃 不好意思 民眾就是掃這個QR Code QR Code掃進去以後 其實也可以直接撥打1966 如果長輩又覺得他要打1966也可以 那直接掃QR Code以後 我們就進入我們長照的申請頁面 那其實我們的題目已經又簡化了 之前我們在線上申請大概十幾題 我們為了讓民眾便捷再填報資料 我們就是去刪檢可能不需要的欄位 我們大概便捷成八個基本內容 然後讓民眾快速完成申請 讓照專快速到家裡去做評估 那目前我們大概也開始陸陸續續 照目目前有123家 包括我們市立醫院有9家都已經加入了 那之後我們會看看這個 因為每個診所都會有獨立的QR Code 我們會設置一個獎勵的機制 來頒發或是去做一個發稿的動作 那以上的報告就是希望說 由我們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這邊 幫民眾設計了整個我們的長照體系 還有長照的一些服務申請便捷性 我們搭起我們這個長照守護的功能 那讓我們住在高雄的市民 能夠安心的在地老化 好 那以上的一個介紹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都能老而無憂 今天我們請到兩位醫師來為我們分享 在診所門診的時候如果遇到民眾 他如果有長照需求 他在服務上實際的一個經驗 首先我們先請到林浩西診所的朱德恩醫師為我們上台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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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照顧的家屬也已經快要耗絕了 我就想說那不然你來我們吸取點 甚至後來來我們的日照服務 就把它轉接 後來長輩不要而癒 因為它很多問題是在照顧跟那個親情的問題 就它在這樣的活動之後 食慾變好 開始就長肉了 那過去的一些慢性病複雜的用藥 透過那個時機再慢慢把它整理 藥變少 血壓變穩定 實力變好 體重恢復 性能變好 心情變好 然後照顧者的那個壓力 耗絕的狀況也改善 所以這樣的服務如果即時的揭露 其實可以改善很多長輩的問題 所以這是我覺得如果 就透過這個QR Code的便利性 我們的推廣度應該會做得更順暢 會讓更多的民主受益 好 謝謝大家這是我的分享 陳守蘭 盛希希為我們分享 大家好 我是蘭晨星 那在台下的這個小新副局長 然後王理事長 還有我的同學 昆凱常務女士 還有在場的各位女士長 各位嘉賓大家好 那我們是來自祺山啦 祺美地區啦 祺美地區剛剛這個小新局長 我們講到這個高齡市的高齡人口18.6 大家知道祺山美濃地區的女人口的佔比是多少嗎 前幾個月我剛好在準備健保會來視察的簡報 然後我稍微去查了一下 超過25% 超過25% 事實上是一個相當高的比例 那 所以我們事實上比各位都要早開始做長期照顧服務 大概在十幾年前我就和祺山醫院今天也有到場的社工室 除了你幾開始在祺山地區我們再做長照 那 在這裡可能要呼籲一下就是 在基層診所的大家 這個會是未來的趨勢 所以 大概你真的必須要非常的 也不用非常 你大概要對整個hold pitch 有一個很好的理解 就是這些病人可能可以得到什麼樣的服務 那麼他可能需要什麼樣的服務 我們做醫生人的專業事實上是在告訴大家說 你這個病接下來會不會好 它會不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或是他經過一個短暫的過程 那麼他事實上就可以康復 或者是就可以回到原先的狀況 那或者是他需不需要預防 他接下來變差 那所以 如果真的會變差的 那也許他需要請外郎 那但是他如果可能可以變好 或是他經由模式intervention之後 他的生活就可以好轉 那麼他就應該要來長照 那如果說他只需要做預防失能的服務 那麼你應該要推薦他什麼 你應該要推薦他C聚點 失智聚點 或是甚至於是 引法健康俱樂部 這些東西 所以 在這裡是很推薦大家 就是基層的診所 有空的話 就是對這些東西要多去care一下 也要對長照私包錢 也要有一個比較好的picture 那我分享一個 我昨天 我昨天在這邊上完這個自殺同胞的歌之後 然後我就馬上跑回旗山去 因為我下午來安排居家醫療的case 那我下午那個居家醫療的case 是他的他的太太 太太是這個T-spine 就是脊椎這邊的受損 所以受損了之後 大概就一輩子就是坐在輪椅上 這也不會好 所以他們家事實上有個歪勞 那他的 他先生 他先生是來醫院看 是來診所看診 那診所看診的理由 是他常常會摔倒 常常會摔倒 檢查了半天沒有關節炎 腰椎是好的 腳的muscle power是好的 到底是為什麼 他就常常投暈 查了半天查出來 身上健脾食素功能不足 那個會投入 而且那個不太會好 只能用補的 然後也去找了 他是原發性 他就是變差 那 他事實上並不一定真的需要家庭照顧服務 因為他們事實上本來就有外勞 但是他需要什麼 他需要輔具 他需要環境改善 對不對 這邊的A個廣播 這邊照顧專員應該都出來 那這些東西 事實上一開始也沒有拍過 他根本就沒有去申請 那後來我們就告訴他說 你在家裡面應該要做這個東西 應該要去做長期照顧的服務 那這個Ans是因為這個 是因為醫師意見書 所以我才去接觸到的 那在這裡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實你在診間 可以跟病人說就是 有長期照顧服務 可以幫你做扶手 可以給你拐帳 然後你如果來診所的話 他可以幫你叫車 這些東西 在你申請的時候 你在那張手牌上面 事實上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東西有什麼 所以他給我們的資源 衛生局這次有安排出來的資源 事實上是非常的好用 他那個手牌 還有他直接 Scan進去之後 能夠怎麼樣用 其實這些東西 對於臨床上的幫助 相當相當的大 他只是很小很小的一個發想 但事實上是一個非常大的電力 我期許說高雲市政府 每一個都有像小新副局長一樣 這麼死亡的 我們不太會呼籲所有人參加 我們剛才就跟我們互作建議 說要有一個公榜 因為他現在每一個QR Code 是每家診所的一個 那暫時有的診所 他沒有幫我們參加 但是他也需要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有一個公榜的QR Code 剛才我們分級主任也說 可以馬上做 那我們就貼在我們的社群裡面 每一家診所用他的公榜 那公榜會的缺點就是 不知道誰介紹的 沒有獎勵而已 那可以有其他的作用 那這樣子的話 就等於每一家診所 高雄大概有兩千多家診所 兩千七百家診所 就可以馬上全部都一起使用 那所有的民眾 就可以馬上接受到這個幫忙 那你說我們過去可能不太了解說 都以為說腸道服務是APC的 那種腸道服務站 但是基層醫療運所 可以提供怎麼樣的第一線的作用 我們只要看到病人 他如果有點衰弱衰老 他有可能 可惡我們 因為長照我們就是二到八級 那八級是我們補助最多的 一個月大概五萬塊 那五級也不錯 那我們只要覺得說 他比較有可能需要幫忙 我們就會介紹 例如像剛才我講 我的老師 我老師本來很健康 八十八歲 他照顧他太太 後來沒辦法 他太太就過世了 過世他一個人 然後他本來是有外勞 那他健康 他一個人就沒有辦法請外勞 本來他跟外勞照顧他太 那我就趕快跟他講說 你可以申請長照 八十八歲 那有人可以去幫你煮飯 打掃 然後也可以幫你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他就很高興 那他本來是不知道 那現在有很多老人家 診所的意思是要有 他就跟他講 這老人是需要這些服務的 那有的需要的多 有的需要的少 但是八十八歲一個人獨居 總是需要有的幫忙 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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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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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副主持人 你可以幫我講 那說你剛剛聽 聽你講說 只要少了QRCO 那個長照專員 在三天內就會來到 這個 暗所專家來做一個 就是 探望 這部分可以幫我講 我們先設計所謂的長照守護站 裡面有個QRCO 非常的敬業 只要少拓以後 停一些基本的資料 我們就立刻在 長照中心這邊就會掌握 三天內就會跟案家做聯絡 然後因為案家有空的時間 我們就進行加訪 然後快速的把後續的 長照服務能夠寫接到案家 是 剛就平時 他說他目前就一百多家 他在後管 從西線 高中市的長大的一次公會 都願意說 盡量說能夠破掉所有的基層 醫療院所 這部分可以幫你講 我們目前在第一時間去做號召 就有非常感謝高雄縣 跟高雄市醫師公會的協助 有114家的基層院所就加入 還有包括另外我們有9家的私立院 所以總共是123家 來做第一波的 我們在這邊也持續的跟所有的院所裡面 去做一些呼籲 希望說因為長照人口 跟高雄縣口 未來這個相關的醫療整合的服務裡面 是勢必是一個雙方受到重視的部分 所以也希望所有基層證書來增加 我想今天的一屆代表 一屆先進都在 你可以把這樣好的經驗 跟大家所有做分享 然後大家一起來共同參與 所以目前那個長照覆蓋率大概就六成五成 那是否這方面的目標是說 就在明年或者是也可以變短中間調整的目標 我們目前大概有四年目標 但是最後我們的目標 可以透過這樣QR code跟我們的1966來跟我們去做洽訊 我們相信一定會可以給大家更好的溝通 那我們目前在訂的目標數是在四年後能夠達到八十Percent 不過還是就像我講 我們是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有需要都可以得到長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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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謝謝